蘇慧倫持久日 一生休閒打扮 為老公的品牌代言 已經47歲的她 竟然能保持這樣的身材 讓人驚嘆啊 其實我現在真的好怕 大家說我什麼動靈啊 不饒這些 你很大是不是 動靈沒有永遠 我希望啦 如果有一天 如果不小心被拍到比較 不堪的照片 請大家不要用崩壞這兩個字好嗎 我覺得用崩壞這兩個字 真的很會讓人很傷心 謝謝大家 象哥哥姐姐們真的不要這樣 但如果真的拍到 要怎樣寫才會滿意啊 可以說 不要 不要的這些字很多好傷人 還是產生了自然的人體變化 這麼慘喔 我管妳的 太慘了啦 太慘了 女神在說 大家要聽啊 而蘇慧倫日前出席犀利趴只要一唱 可是讓歌迷回憶滿滿 只敲煩希望她趕快出來辦歌唱 不過 因為現在大家開演唱會 動不動就秒殺這件事情 讓我覺得好恐怖喔 就是如果你沒有秒殺的話是不是 那個壓力好像太大了 我目前自己的態度是先隨緣 因為我不敢很肯定的這樣子說 不然可能到時候 萬一沒有實現的話 可能會對歌迷有一點不好意思 但是大家還是很期待姐趕快辦演唱會喔 千萬要放在心上啊 等下 發誓